若人临终不能遵孽 但知彼方有佛 做往生意也得往生 佛在法国经里面告诉我们 念佛的人 灵命中的时候 身体虚弱 没有声音 也就是说 这一句佛号都念不出来 这个不要紧 只要他心里头很清楚 很明白 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心里头 真的想往生 真想亲近阿弥陀佛 只要有这个念头 这个意念 都能往生 这就是说 年宗啊 即使没有这意念 有这个意念的意 意念 多谢 如来 辞得了 微妙难死 这一句是赞叹 如来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慈 大悲的恩德 实实实在在 不可思议 只要有这个意念 不必出生 都能往生 事故 安乐 即 当之如来 有圣 方便 这个圣是殊胜 换句话说 阿弥陀佛 有无比殊胜的方便 法门 那 摄乎信心 摄是摄受 忽是忽念 摄受忽念 真真有信心的人 信心的条件 就是下面这句 为 诸安 义 念 佛 音乐 随便 我神 这个里头最重要 就是诸安义 义 就是心 专意跟专心 是一个意思 专心 意念 阿弥陀佛 也就是 你心里 想着阿弥陀佛 真想阿弥陀佛 那么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这些杂死 杂地云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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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守 要知道方向 我们 用心 不仅是念佛 生活 待人接物 都要用亲近心 这就好 并不是说 念佛的时候 用亲近心 生活 日常 杂事 我们就可以用 一般的心 这个不可以 佛 在经教里 告诉我们 一真 一切真 一望 是一切都望 生活当中 我们用的是 虚情加义 念佛的时候 这个真心 也不是真的 这个道理 要懂 祝福菩萨 我们说 法身菩萨 他全用的是真心 没有望 所以他能够 等得 法身的 境界 我们往往以为 自己做对了 那就是 礼佛 念佛的时候 如经上 所说的 我们把 忘念 放下 可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 待人 介物 依旧是往显 依旧里面有 非常浓厚的 自私自利 明文理 无欲六成 贪承之万 这可不行 为什么 有人念佛 一念相应 一念佛 我们念佛 一万生佛号 有几身能相应 相应 相应 是功夫得力 不相应 是功夫不得力 这个道理 我们要认真 去翻新 去思维 真正明白了 要忏悔 忏悔 是改过自行 把这些过失 真的把它改掉 重新做人 完全 学佛菩萨 就对了 为什么 佛菩萨 明心 见心 佛菩萨 没有丝毫的 愿望 待人 就 完全是 真心 邪露 所以 专一念佛应允 比什么都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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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